缅北国感地区战斗进入最微妙阶段 各方力量都开始疲劳了 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 这里是妙文史 欢迎订阅观看 缅北地区的战斗 最近关注的人越来越少了 甚至相关的消息都很少传出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个是缅甸地区的战斗没有大的进展 一个就是外界对于缅甸内斗也疲劳了 国感同盟军 以及缅甸全国各地的大约25个武装 同时发起攻击 确实让缅甸政府军面临的巨大的麻烦 这次缅甸地区爆发的冲突 也与先前的各次冲突有着明显的不同 不过总体上而言 缅军还没有失去中央政权的危险 缅北国感的战斗 显然进入到了最微妙的阶段 最根本的就是各方都疲劳了 国感同盟军对老街这个大城市的进攻 总体上是顺利的 但是因为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限制 他们也缺乏快速拿下大城市的能力 国感同盟军采取围点打员的策略 给缅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这也导致缅军在增援老街时变得更加谨慎 缅甸军政府不愿意放弃老街 但是他们目前除了进行空中支援之外 在进行地面部队支援时 十分谨慎小心 可以说各方力量都疲惫了 也都打不下去了 同盟国的态度也毫不含糊 他们花费巨资悬赏保卫国感地区 他们先进的无人机技术 让缅甸军方感到恐惧 四大家族现在的处境就像走钢丝 稍有不慎就会失败 但业力确实有效 四大家族为恶多端 欺压百姓 如今随着法律审判的临近 我们都感受到了天网不泄密 意味着什么 综上所述 老街的重生指日可待 尽管夜晚漫长 风雨交加 但草地上总有火花生活 四大家族的崩溃 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等等 老街一定会浴火重生 重获辉煌 缅甸的部分地区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 一直都是中国的领土 不过随着清朝末年列强的入侵 清政府对于缅甸部分地区的控制力度 出现了下降 这些地区也先后脱离了中国的统治 缅甸东北部的果敢地区便是其中之一 在二战后 果敢地区接受缅甸政府的邀请加入了缅甸 但是其依然保持着过去的政治架构 在当地高度自治 但是随着缅甸军政府的上台 果敢地区的自治局面被打破 为了抵抗军政府的介入 果敢同盟军正式成立 不过之后 缅甸和果敢地区经历了多次分合 这让果敢地区的局势也随之出现波折 那么现在果敢同盟军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果敢地区指的是缅甸东北部的 善邦北部果敢自治区 其东部和北部和我国云南省接壤 这块地区在明清时期 一直都是中国政府的领地 不过由于其地处偏僻 因此在清朝的时候 果敢地区采用的还是民族自治的吐司制度 当地的吐司乃是明末跟随永利帝 朱油郎南下的杨高学的后人 在永利帝被吴三桂处死之后 其麾下的随从大多跟随杨高学 进入果敢地区 杨氏在这些人中拥有不俗的威望 因此他们也就成为了吐司的最佳人选 在之后的几百年中 杨氏一直都是果敢地区的实际统治者 直到光绪十二年的时候 英国吞并了缅甸共榜王朝 与缅甸贵族关系密切的吐司 投靠了英国 在之后英国和清政府的谈判中 英国迫使清政府使者 同意将果敢地区划入缅甸 其也开始进入英国统治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 杨氏吐司依然是果敢地区的实际统治者 不过在二战中缅甸被日军所占领 果敢地区也岌岌可危 此刻果敢地区的杨氏吐司 曾经向国民政府表达过 重回中国统治的想法 但是这并没有获得蒋介石的同意 在二战结束之后 缅甸独立 果敢地区的末代吐司杨振才 和他的弟弟杨振生 都成为了缅甸联邦政府中的高官 他们明白 果敢地区必须要有确定的政治地位 才能继续发展 因此他们在缅甸联邦的首届国会上 提出了议案 果敢系缅甸联邦领土 果敢人民应当享受 缅甸联邦的合法公民权益 这迅速得到了缅甸国会的同意 自此果敢地区正式成为缅甸的一部分 为了表示诚意 杨振才随后离开了果敢地区 但是事实上 杨市家族在那里还是有着极强的势力 果敢也依然保持着高度独立性 汉语仍然是果敢地区的通用语言 不过随着上世纪60年代军政府的上台 缅甸政府不愿再看到果敢地区的自治状态 他们派出军队进入果敢 并将杨市家族的重要成员控制起来 之后 缅甸政府在1965年正式废除土司制 果敢的自治也告一段落 在杨市被驱逐出果敢地区之后 之前在其手下做事的将领彭佳生 在缅甸当地建立起了果敢人民革命军 并领导他们与政府军作战 但是在多次失利后 他们只能暂时退到中国云南境内等待时机 前段时间 当中国公安发布白 为刘三大家族通缉令的时候 我以为缅北局势已定 所谓的果敢四大家族已经死到临头了 后来 中国参与斡旋缅北局势 缅甸军方和地方武装在昆明会谈的消息传出来后 我更加笃定这个想法 自信满满地认为 缅昂来应该会认清形势 像交出明学昌一样 把白 魏 刘三家的骨干分子全部交给中国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总之必须给中国一个交代 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白索成被抓回国内的消息 反而是看到缅甸军政府再次对老街展开的进攻 而且多次动用战机进行轰炸 至于白 魏 刘三家 目前魏家的武装部队仍然在与国敢同盟军交火 这意味着其他两家肯定健在 而且这几家和缅甸军政府 仍然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在中国发布通缉令 而且帮忙斡旋缅北局势的情况下 缅甸军政府为何迟迟不肯交出白索成 反而对其进行包庇 继续与其合作呢 缅甸军政府对缅北局势可能还是不死心 不想放弃国敢这片地区 而中国的斡旋调节 被米昂来当成了缓兵之计 意在通过短暂的停火调整兵力部署 一方面是让白索成的电炸民团重新整合 另一方面是缅军接收的首批两架苏30战机 也恰好在这个时候完成前期的准备工作 能够正式投入战场 成为缅军对付国敢同盟军的利器 说白了 照着之前那个架势来 缅军没有把握打赢国敢同盟军搬回局势 但是在经过停火谈判后 缅军有这个把握了 所以对于谈判中给出的承诺就压根不在乎了 完全不打算兑现承诺 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白索成的特殊身份 他的地位是明学昌比布了的 白家与缅甸军政府的利益捆绑之身 也比大家想象的要可怕 或许缅昂来也有部分把柄在白索成手中 所以对于抓捕白索成这件事 缅甸军政府表现得并不怎么上心 说实话 缅昂来这种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 迟早得把自己给玩进去 你想想看 中国既然发布了悬赏通缉令 还能让这几个犯罪分子继续逍遥法外吗 缅甸军政府欺骗中国 这是能就这么算了吗 而且据我所知 现在克勤军也参战了 这支武装力量是美国一手扶持的 缅北独立武装 用的全是老美的武器 而且他们的政治主张 还跟同盟军不一样 同盟军求的是自治 克勤军求的是独立建国 所以缅甸军政府 现在是既得罪了中国 又被美国给盯上了 在同时得罪中美两个大国的情况下 缅昂来还这么贪心 既想保下白家 又想平息战乱 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 中方在关键时刻表态 发出了关键通缉令 对缅北三大家族进行了通缉 中国的通缉令 其实也是一种最有力量的表态 缅北地区的三大家族头目都被通缉了 下一步缅军自然要将他们交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 缅北主要头目都被逮捕了 那么他们的武装将如何办 可以说 一旦缅北三大家族的头目全部被捕 他们手下的武装 必然会受到很大影响 就算是这些武装会有一部分被收编到缅军序列 战斗力也将大打折扣 可以说 吞吞敏在老街可以动员的力量已经越来越有限了 中方主动出手调和 到了结束的时刻了 缅北冲突进入倒计时 中方已经多次表态 希望缅甸尽快结束冲突恢复和平 并且希望缅甸军政府采取妥善方式推动和解 中国不会干涉缅甸内政 不过也希望缅甸尽快结束冲突恢复和平 缅北地区的战乱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果敢军在战斗中进展很顺利 但是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战斗后 也开始暴露不少问题 煽风点火趁乱牟利 形成鲜明对比 再次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 对此 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 订阅我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我想到今天的评论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